弟子的忏悔路 偷盗 邪淫 杀生 望童修门引以慰藉 作者 易明 前一阵看了于静义公寓造神迹 心里很有感触 想一想之前做的一些事 真是罪孽深重啊 小时候我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父母对我很是疼爱 自己不知福 慢慢的还养成了坏脾气 有好吃的自己吃 从来没有想过姐姐们 而且还经常对他们发脾气 在家里简直就是一个小霸王 以至于造成现在这种性格 很狭隘很自私 虽然现在已失到了 但是性格确实不好改变 不过我会坚持不懈 克服掉这个坏毛病 长大后我上了小学 一开始还不爱上 总是往家里跑 为此父母很是烦恼 最后妈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从此我再也不敢逃学 甚至生病都不请假 也养成了爱上学的好习惯 现在看来 我真的很感谢妈妈 要不是因为她 我现在都不知道堕落成什么样了 虽然妈妈默上过学 但是她知道一定让孩子好好学 这是妈妈的智慧呀 反观现在 妈妈有的事不会做 作为儿子的我连一点讲解的耐心都默有 经常不耐烦地吼两句 真是对不起妈妈 罪孽深重 还有妈妈现在也是非常关心我 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 自己有时就懒得搭理她 不舒服了还会让妈妈两句 妈妈从来没说过什么 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好 自己都成人了 如果再折磨下去还是人吗 我一定要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孝敬他们 偷到 小时候不懂事 就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菜地里 果园里偷人家的东西 还引以为豪 经常拿来和别人炫耀 从来没为人家考虑过 要知道当时如果知道有别人去我家的理这模糟蹋 我恨不得狠狠地揍他们一读 还经常找那些人报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时真是愚昧 不止偷别人家的东西 我从四年级开始就迷恋上了打游戏机 莫有钱时首先把自己攒的那点小钱都花完了 家里穷也不好意思找父母要 就开始偷偷地拿家里的钱 当时爸爸开住个修理贪儿 非常辛苦 还供住四个孩子上学 我怎么就没一点羞耻心呢 真是不孝啊 第一次偷的时候 心里非常紧张 但是一想到打游戏机那种爽劲 就一直这么坚持下去了 直到慢慢地上了高中 才逐渐少了这种习惯 要知道那是浪费了父母多少的血汗钱呢 没到农忙的季节 由于农民们把街赶堆在一起 我和朋友们还经常接班去放火 烧了人家喂牲畜的粮食 电线等好多东西 使他们产生了嗔恨心 还不以为耻 反以为容 经常拿来向别人炫耀 邪淫 青春期后 心里就有了躁动 可惜当时不知道如何排解 就学会了手淫 应该是从初三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学习还不错 但是到最后哪个学校都没考上 这是福德消耗的表现呢 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啊 到了高中 这种习惯一直存在 身体也开始经常得病 自己受苦不说 还花了父母那么多的医药费 高三时学习任务繁重 自己不知收敛一点 竟然更放肆 以至于后来头疼 尿频最后也只是考了个二流学校 上了大学后 简直就堕落了 不爱学习 经常上网 还看AV 手淫 期间上网偶然接触过戒邪淫网 是在百度上偶然看到的 真是感谢那位师兄 是他改变了我 虽然当时莫有改正 还总是自欺欺人给自己找借口 但确实是因为那位师兄 我才走上戒邪淫 学佛 修善的道路 他是我这辈子的大恩人 由于自己身体不好 就经常研究养生的知识 要说自己也是傻得可以 如果停止授银 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工作后也一直授银 甚至和一个女生发生了关系 后来分了 这是邪淫的果报吗 不止授银 一银也一直伴随住我 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他们 我的罪孽真是难以弥补啊 我还不以为耻的 向好多同学和朋友 传播这方面的东西和网站 如果他们因此而发生什么 我的罪孽堕入阿比地狱 都不够消除的 在此我要感谢界邪淫网 界邪淫论坛 学佛网 佛菩萨莫有放弃我 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回来 难无阿弥陀佛 杀业 由于课本上学到的四害 我对灭掉四害真是乐此不疲 经常杀老鼠 蚊子 苍蝇甚至一些别的小动物 还非常残虐地把他们的腿 脑袋揪下来 用针扎他们 用药毒 想想现在自己颈椎 肩膀不好 那不就是我的冤亲债主在找我寻仇吗 我感到非常愧疚 我以后要多多念佛来回向给你们 希望你们早日离苦的乐 其中还有好多墨友提到的大大小小的事 都是需要自己忏悔的 我非常对不起他们 希望我的冤亲债主早日脱离六道 往生净土 正是因为上边那位提到的师兄 我后来逐渐接触到了凡四讯 但一开始莫有坚持 还继续邪淫 再后来就是借邪淫网 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但始终莫有戒调 对佛学半信半疑 由于自己经常研究中医养生和道学的一些东西 他们都非常推崇佛学 无意间我也听我一兄弟说他正在学佛 所以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学佛生涯 在这需要忏悔的是自己学佛非常不精进 以后需要努力 不止这样 我还有让家人逐渐接受佛学 也让他们学佛早日改进自己 往生佛道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事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一切诸佛 南无本 venue 感谢观看